來 韓市長 來 謝謝 謝謝 藝人侯昌明主持韓國瑜傾聽座談 一開場先來一段韓國瑜的金句名言 前幾天韓市長說了一句話 我覺得非常好 跟他說了你可以不喜歡我 但是一定要來瞭解我對不對 侯昌明特地穿上白襯衫 一樣解開第一顆釦子 也把袖子往上捲 在現場和韓國瑜玩起快問快答 請問第一次的初吻 是什麼時候 這個問題讓我保留一下吧 保留一下 如果你不好回答什麼時候 那可以說一下在什麼地點嗎 其實熱戀中的男女朋友 在垃圾堆旁邊的快樂 都超過五星級酒戀了 韓國瑜必談初吻 但妙語如珠 鬥得全場哈哈大笑 和侯昌明一問一答 展現幽默機制 那初吻可以說出跟誰嗎 你剛剛自己說麻辣都可以問啊 應該做阿嬤了吧 不說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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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保留一點秘密啊 彰化餡哪個鄉鎮盛產葡萄 這我知道了太厲害了 你西湖跟大村了 那彰化哪個山最有名 八卦山 接下來彰化哪個港最有名 陸港 問彰化大小事難不倒韓國瑜 座談就在主持人侯昌明 穿針影線下既熱鬧又溫馨 但當活動結束 韓國瑜在幫大家簽名時 現場出現一陣騷動 你說了很多政見 很多都沒有辦法實現 那我們還有什麼可以相信你呢 這個就是民主政治的特色 就是在於各自一樣相信你 有今年到場表達意見 與現場支持者唇槍舌戰 但對此韓國瑜沒有干涉 而是把空間留給年輕人 讓他們互相對話 接下來彰化綜合報導